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名酒吧的常客 比尔早已看清了人生 你请我爱 尽情欢愉 人生如此 夫妇何求 可这名身材魁梧的壮汉却和普通渣男不同 他是一名对感情负责的男人 既然美女让我痛快了 那么我将加倍地回馈 给她足够的安全和自己能付出的一切 然而就在二人愈先愈死望我销魂之际 窗外却露出了一个邪恶的身影 一个长相酷似哈里波特的男人 冷静地站在那里 冷风吹过 她的脸上显出一幅嗜血般的神情 比尔一觉醒来 但绝四肢百孩无不舒爽到底 女人真是神奇的动物 比尔伸出大手去抚摸还在熟睡的女神 然而触手之处却是死一般的冰冷 就在魂斗罗睡梦之中 身边的女人竟被人杀死 这还了得 比尔有一种被当街扒光的感觉 强烈的羞耻感和自责感让她浑然忘记了危险 窗外响起了警笛的声音 女伴刚死 警察就来了 这一定是个圈套 比尔身经百战 知道有人陷害自己后 反而振作了起来 他猛地破窗而出 打飞了再次堵截的两名探员 随即飞升而下 从几十米的高空跃了下去 他的身体重重地磕在水泥台阶上 可这丝毫没有阻碍比尔的速度 他从容地钻入下水道中 危局被他轻松化解 露西是比尔的宝石官 此刻 他正躺在柔软的大床上做着春梦 要是有一名男人从身后抱紧自己 该有多好啊 露西独自一语泥喃 突然从卫生间里传来了声响 露西暗喜道 难道是我心结识的男友偷偷潜入房间找自己约会吗 他按耐不住心中的激情 兴冲冲地奔入卫生间 面前哪是俊朗的男友 那张丑陋的马脸上沾满了胶布条 比尔正列着大嘴欣赏着一丝不挂的露西 随后 比尔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对露西讲述了一遍 并让露西帮忙取证 而他自己却回到家中 取出了那把追随多年的沙漠之鹰 一枪在手 精神大振 七十岁的老母亲并不知道儿子即将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温柔地抚摸着高出自己两个头的这个男人的肩膀 而比尔也像一个乖孩子一般做出一副娇憨的神情 回到酒吧 比尔立刻让警局的暗线们放风出去 没过一会儿 黑白两道的杀手相继到来 比尔展开了杀戮 追杀自己的五人四死一伤 他来到伤者面前问道 是谁派你来的 杀手毕竟保有职业操守 他转过头去滴滴地说道 不知道 但听喀巴一声 整只右手已被砍了下来 杀手瞪大了眼睛迟疑了 睡妙之后 他的当部遭到了斧头的重创 两腿之间早已鲜血淋漓 在比尔面前 什么职业操守全是狗屁 没用上一分钟 杀手全部交代 他们的上线名叫大柱 比尔二话不说 用最快的速度找到了大柱 拔起他的身体 将他的脑袋插入了马桶之中 一分钟后 大柱交代 他的上线名为二旦 比尔找到二旦 将他靠在车外兜风三十秒 二旦交代 他的上线是米勒神父 在昏暗的教堂旁 比尔看着神父道 既然我能找到这里 你就应该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神父的扮演者正是罪恶之城这部漫画的作者 弗兰克米勒 看着比尔那双残酷的眼睛 他没做过多的抵抗 说出了一个名字 洛克主角 这个人 正是上级boss洛克参议员的亲哥哥 他们兄弟二人分别控制着教会和政府 他们 才是城市真正的罪恶之源 神父试图劝说比尔放弃复仇 可换来的 却是一颗冰冷的子弹 洛克庄园 在那里曾经发生过黄皮恶棍的命案 如今更是戒备森严 比尔悄然地潜住了进去 他的行动快速而高小 很快 庄园的秘密将会被他公布于众 可就当比尔还在仔细观察时 在他身后已经走来了那名阴森的男人 最可怕的是 强如比尔 竟然不知道身后早已面临着危险 他那超强的战斗嗅觉 竟然在这位酷似哈里的男人面前失笑了 哈里来自于荒原 他静静地看着比尔 忽然手指一弯 五根尖锐的指甲冒了出来 犹如豺狼一般 急速向比尔划来 这一爪快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比尔的面颊被划出了五道血痕 这个荒原狼人将是他出道以来 遇到最为强大的敌人 几个照面下来 比尔浑身是伤 最终不敌荒原霸主 被哈里劈倒在地 在地下牢房中 比尔却看到了露西 这令他惊讶万分 你怎么也进来了 露西见到了亲人 压抑多时的情绪终于爆发了出来 他哭着伸出了左臂叫道 他不是人 他是畜生 他把那些姐妹全吃掉了 我的胳膊 你看啊 我的胳膊 比尔就见露西的左臂光秃秃的 早已不见了手掌 而牢房的墙上却挂着几个女孩的头颅 原来 这个哈里喜欢生吃人肉 洛克庄园竟是一个地下徒场 露西正在调查女神的背景时 被狼人抓到了这里 就在这时 一辆豪华轿车驶了过来 车窗摇下 一个人威严地喊了一声 哈里 狼人猫着腰急速奔去 嗖的一声 窜入车中 不见了 而在牢房中的比尔 只看到了一张车中的一张脸 和那个令人难忘的名字 若要复仇 必须要先逃离牢房 比尔一声大吼 墙上的铁窗连桶水泥 被他一起拔出 钻出牢房的同时 雇佣警察们已经受主教之命 前来结案 露西作为执法者之一 一直对体制内的人员抱有幻想 他立刻跑到黑警察的面前 一边交代事实 一边呈上了手枪 然而 假警察们却毫无怜香惜玉之心 乱枪之下 露西被打成了筛子 比尔本已离去 可当他看到露西死去时 不禁热血上涌 从地上抄起一把金刚斧头 回身杀了回来 不出意外 雇佣警察悉数被杀 从他们口中 得知红衣主教的居住地址 这里将是最终的决战之所 比尔穿行于大街之上 突然一辆汽车冲自己撞来 他本能地掏出了手枪 可车中坐着的 却是跟他发生了一夜激情的那个女孩 就在他一愣之间 汽车已经叫他高高撞起 随后又来来回回撞了几下 这才急迟而去 钢筋铁骨的比尔 揉了揉胳膊 小意思 只不过皮外伤而已 可他却有点乱 女孩不是死了吗 难道是自己出现了错觉吗 他来到了旧城区 这里是由妓女掌握的地盘 果然 在妓女精英中 比尔看到了刚刚撞自己的女孩 他就是和自己发生了 一夜情那个女子的孪生妹妹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金刚狼哈里热衷于生吃活人 于是 城市中没有人在意的妓女们 成为他下手的目标 然而随着被害者越来越多 已经到了难以收场的地步 于是 红衣主教想出了找人鼎刚的办法 而与女神姐姐亲密接触的比尔 恰恰是最佳的选择 这才有了最开始的那一幕 比尔若想复仇 必须先打败哈里 于是 他精心制作了一副手铐 随后找到了红衣主教的居住之地 狼人的进攻依旧是那么犀利 比尔早已伤痕累累 可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就当尖锐的狼爪再次画中他的胸膛时 比尔却快速地将他们二人的胳膊 靠在了一起 狼人失去了速度 顿时不敌 终于被擒 比尔掏出了一只钢锯 张大嘴巴道 我倒要看看 一个末世生命的人 是如何面对痛苦的 哈里的胳膊和双腿 一直一直被锯了下来 直到他的头颅和身体分开为止 这个如冰山一般的男人 都没发出半点声响 他嘴角还挂着一丝残忍的微笑 似乎还在蔑视着眼前这个悲催的人类 比尔拎着狼人的头颅 走入大主教的屋中 主教心疼地看着那件真品道 只因为一个该死的妓女 就搭上了他那高贵的生命 太不值得了 比尔却道 告诉我主教 众生平等吗 在上帝面前 你和我到底是否等头呢 主教不答 却自言自语道 吃掉你们 我将占有你们的灵魂 这种感觉 只有我和他才懂 比尔已经走了过来 既然只有你们两个才懂 那么 你们面对死亡和痛苦的感受 应该一样才对 我倒要看看 你的承受能力如何 以下的画面极其残酷 没人知道 红衣主教当时 是否呼喊求饶 因为直到比尔被抓后 也没说出当时的情景 铁汉比尔最终被送上了电椅 当那颗强大的心脏 被电流击穿后 比尔却猛地睁开了眼睛 似乎在说 死 原来是这般滋味 老比尔用对一个妓女的承诺 捍卫了男人的尊严 这句不朽的灵魂 注定将永久地 载入罪恶之城的史册之中 本篇完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我是喜欢说电影的宣教 喜欢我的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还会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和人生感悟